無論是在冰上滑行或走路 企鵝的可愛模樣 隨著氣候變遷 恐怕再也看不到 身為世界上體型最大的企鵝 帝王企鵝在南極冬季繁殖 而且需要在4到12月間 利用堅固海濱竹草撫育寶寶 但如果海水太晚結冰 或太早融化 他們便無法完成繁殖周期 當這種坡坡的坡坡 小狗的竹竹 那季節不能在那陸 不能在沾上 不在準備去海 他們的坡坡是在那邊 他們的坡坡是在那邊 這樣的事就發生在第二大 帝王企鵝棲息地 威德爾海的哈雷灣棲息地 三年來沒有小企鵝能活下來 專家表示帝王企鵝的消失 可能會對整個南極造成巨大衝擊 畫面來到印度的西部城市 阿莫達巴德 提前到來的夏季 讓當地氣溫一度飆到 攝氏46度 許多鳥因此嚴重脫水 路上和土上變得很溫暖 你可以看到 燃燃的燃燃 所以我們每天都接收 至少50至60鳥 凍濃燃的鳥 過去一個月這家動物醫院救了2000隻鳥 其中有約四分之一 因脫水太嚴重或併發症無法存活 身為生態圈重要的一環 鳥類的生存正因氣候變遷 變得岌岌可危 大愛新聞 陳彥榮編譯